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式演绎了中国历史上被誉为千古第一美男的潘安 潘安的真实姓名及潘悦 剧中为了避嫌就改为潘悦 追溯历史记载 在《世说新羽绒》纸篇章中 潘悦以气无与伦比的美貌文明显儿 每当他出游洛阳街头 都会引来众多女子环绕骑车 争相以手牵手的方式表达轻慕之情 并纷纷向他的马车投掷水果 这一生动场景便是成语智果银车的出处 从此 潘安之帽成为了后世用来赞美男子爵士容颜的代名词 在该电视剧中 制作团队精心在线了这一点故 将其精髓之处完美地融入剧情并予以重现 在《花间令》中 刘学义凭借其精湛演技 带来了一场视觉与情感的盛演 对潘悦这一角色进行了深度且鲜活的诠释 无论是在挖掘角色内在的心理层面 还是在外在形象的刻画上 刘学义都展现出了卓越的艺术功力 近乎完美地呈现了潘悦的复杂多面性 剧中 潘悦被塑造成一位兼具文人风骨与武将豪情的独特人物 既富有儒雅气质 又充满刚毅勇猛的精神锋茅 这样的立体塑造使他在剧情中成为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核心焦点 当镜头剧交在刘学义演艺下的潘悦身上时 观众们仿佛能穿越荧幕 亲眼目睹一个活灵活现 内外兼修的绝世美男子 那种射人心魄的魅力令人难以抗拒 不经为之动容 论及古装美男 大家脑海中率先浮现的是哪些明星呢 在当代的这些顶流小声中 谁又能称得上是潘安之帽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刘学义 我认为还有一个人 那就是朱一龙 朱一龙的古装扮相 无以稳聚新时代美男的前列 随着时代变迁 他的古装形象犹如一道桥梁 跨越时空 让观者仿佛置身古代 朱一龙身上天然流淌着一种古典优雅的气质 内敛而沉静 儒雅而不失谦逊的性格 让他的颜值和气质浑然天成 他的容貌宛如丹青庙守在宣纸之上勾画的翩翩公子 每一笔线条皆洋映着古典的儒雅之美 二十四乔名月夜 与人何处交吹销 这段诗句用在他身上最为恰当不过 他清澈的眼神如水 纯洁无瑕 意态出众 仿若为惊人间烟火熏燃的美誉 朱一龙的古装扮相也很符合潘安的形象 他和刘学艺的爵士美貌可以说是不分伯种 这两位公子都是面如白玉 纯净无瑕 眼眸深邃 睫毛细密 全身上下散发出清冷而明亮的预知光泽 并且两人都比较抗老 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 二人都能保持绝佳的形象 可以说这两人是我的最爱 我认为在当今娱乐圈要演潘安非他二人莫属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